这是穿旧了还是没洗是咋的呀 穿旧了 穿旧了 那你今天那个 我看你这啥裤子也不打心 那今天相亲啥的 没换过医生呢咋 咋没换过医生呢 我今天那时候是虚假的那一块 我就没有 咋虚假呢 平时啥样我就啥样 啊 平时啥样就啥样 不如特意打扮 对对对 黎大哥身高不到1米6 他一直因为个自癌而感到自卑 他没有特别打扮自己 也是因为他觉得穿着好改变 可是个自矮这一点 却没有办法改变 自卑 嗯 就比方说你 你得那个半屁 你都弄了好 你弄高 女的你都不跟你搞对象 跟别人搞对象 也不跟你搞对象 上中学大学去打烂球似的 你都不在招呼我 是不是 打烂球不招呼你 嗯 然后你觉得心里 就觉得这是你的歧视 一种歧视 李大哥上学的时候 他常常因为个自矮 感到来自同学的忽视和排挤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个自矮造成的 于是啊 他的自卑越来越严重 那天可能我说二十六八二十七 我记了 岁数也不小了 岁数也不小了 我在我们家那块也都各小出名啊 那我就寻思啊 我这打不着对象多磕 所以说我们中学给我介绍这个 就我这个前提一下 他是啥那高度近视眼的 他是高度近视 他是高度近视 所以说我也没有 我说有个眼就行了 就真的 他高度近视就是影响正常生活吗 太影响了 老百姓说就是二生眼 啊那啥意思呀 二生眼 就是半瞎不瞎 再干啥说就是这种 李大哥和前妻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可没想到啊 两个人刚刚结婚就开始矛盾不断 就我们俩结婚以后 我就发现做事什么都不对 过去没有那句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话不投机半句多 说半句多 你说你说 你别人说话就能略打 是不是 就我们俩就是意见 比方说最简单的 我吃饭我略吃远 我来他吃饭就略吃硬的 是不是 像我上早是买菜的 我们俩一同去买菜的 他买的玩意都说大的 比如买黄的 买大的 我也不得大的 是不是 啥都是 他啥都得大的 我说你就啥都得大的 找对象找个小个的 是不是 那然后你俩就是觉得找不到一份去 找不到一份去 李大哥说前妻非常强悍 结婚的时候他就不得已自己 后来呢还借着更年期的由头和自己分居了 就正常夫妻生活吧 一没有了 矛盾就越来越多 跟我不断讲解婚 我不知道啊 咱说就像这两口吧 我说正常世界的主播就是这个正常要求 是不是 嗯嗯 说想过夫妻生活 对对对 他说啥呢 滚来啊 嗯 李大哥说自从分居以后 两个人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直到2018年 前妻主动提出离婚 自己想也没想就和对方办了手续 闹到李大哥离婚的事啊 红娘突然提起来 刚才进屋的时候就发现 李大哥这屋上了一把锁 原来这把锁是李大哥的前妻锁的 这他上了锁 他这屋上了锁 他不让你见 不是他他那东西没了 他丢了啥的 李大哥和前妻离婚的时候 对于房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割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他和前妻都有居住的权利 那么李大哥再找老伴 他的前妻会统一两个人 住在这个房子里吗 你这房子我们单位 给我的房子 是不是 你说咋处理这个问题 我也不大意 那咋处理这个问题 你得自己处理啊 还能我帮你处理吗 那你找老伴之前 你这些东西得想好啊 他是比如我要再找一个 我再给这个锁换了 现在他就进不来了 这我说 我说翘开我就翘开 翘开了之后 这东西到底会不会你啊 会不会你跟你 以后找的老伴使用呢 是 现在是锁好锁 这是咋办 说翘我就翘开了 虽然李大哥一再说 这个房子他能做主 可是看红娘一直不信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 他提出要给前妻打个电话 你那东西你啥时候拿走啊 我啥东西拿走啊 我干啥拿走啊 你啥呀 那不是我们家谁家呀 你别管我不要的呀 我告诉你 你没有什么居住的权利 你知不知道 这房子 是王国那样的 看来啊 李大哥和前妻的这个房子的问题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们的红娘决定 先按着李大哥没有房子的条件 给她介绍 这个问题我一定能解决好 那我相信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大姐这边呢 我也先帮你找着 有合适的咱就介绍 是不是呀 李大哥说了 自己个子矮 房子呀又不完全属于自己 唯独呢是个本分诚实的人 前半生和前妻受尽了委屈 后半生就想找个 知疼知热的人一起生活 而同住在四平市的 傅志敏傅大姐呢 在婚姻里受尽了伤害 现在只想找一个一心一意 踏实过日子的人 傅志敏60岁离异 四平市劳动服务公司退休 退休金16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80平米 你家小区挺好 好吧 我们四平是不是 四平地方买一门也买呀 那可不是吗 确实是 这刚一见面就感受到了傅大姐的热情 进了傅大姐的屋以后啊 更是发现了傅大姐细心的一面 哎呀哎呀买的 这是怕我们有不喜欢喝的 对呀 那谁喜欢喝啥就喝啥 还有一个低 无糖的是低糖的 太贴心了 还有羊水 哎呀还有呢 这都是特意给我们准备的 这么多羊水 喜欢喝的 怕有不喜欢喝的 太细心了 怎么这么细心呢 大姐 傅大姐忙忙活活的 招待完红娘异性人之后 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婚姻状况 傅大姐说 经常会有人来提醒自己 前夫在外边鬼混 自己呢也都将信将疑 直到有一次 自己亲眼看见 前夫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我看见他从离处 领别人女的坐车走了 往我那家骑磨头 带俩小孩 我把俩小孩扔那 扔我弟弟那 我们就骑磨头撵 一个人撵的四平车站 往到那个阿泰来 要上火车 让我给他 给他那个 拽住了 我说你要干啥 他说别闹了 有事呢 有啥事有事 我就跟我回家 跟我回家了 我那女儿就跑了 做完就走 那女儿是有家的人 都知道她是谁 傅大姐说 当时她一门心思的 想要挽救自己的婚姻 走投无路的她 甚至还找到了 和前夫在一起的 那个女人的丈夫 后来我就找她 哪里落了 你找她 啊 就说了 她就说的那个 将来要是再有这个 她就和她那个媳妇离婚了 这点事 本以为解决了这件事 日子就可以恢复宁静 没想到 前夫根本就不让傅大姐省心 后来这个 以后万一在外边 又和别人 一再发现前夫出轨 忍无可忍的傅大姐 终于在1992年 提出了离婚 还是感觉咱们不够好 还是感觉自己不够好 我是这样因为的 前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感觉她挺优秀的 她咋优秀 长的各方面都挺优秀的 除了这一点 就这一点 外的为人办事都非常好 看得出来傅大姐对前夫的评价 还是非常高的 可傅大姐说了 自己被前夫那样 看起来完美的男人伤透了 再找老伴 自己不图对方 有没有房 有没有钱 她只有一个要求 专一的呗 对感情好点 忠诚点 没有别的要求 别的没啥 男人有男人担当不行 就是一条 男人有男人担当 对 傅大姐被婚姻伤透了心 想要找个专一 踏实 会对她好的男人 正当红娘准备介绍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却接到了李大哥 女儿的电话 她和我妈妈是离婚了 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呢 已经也不在她的名下 任何一个人也不可以 在这个房子再娶 或者是说找了人 在这儿过日子 这个是不如去 现在我明白你 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态度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就是不想让你父亲找老伴 还是就是不想让他们俩住这房子 我爸找老伴可以 但是绝对不可以在我们家那房子住 原来是李大哥的前妻 跟女儿说了李大哥准备找老伴的事 女儿怕李大哥会找新的老伴回家住 所以呢 就给我们红娘打来了电话 在接到李大哥女儿的电话以后 红娘把大哥家的情况 跟傅大姐说了一下 在征得傅大姐的同意之后 两个人见面了 请进吧 李志勇 李大哥 你好 你好 请坐吧 谢谢 多大年龄呢 今天周岁是54 五十六十四 哎呦妈 笑一跳 太紧张了呢 这么紧张啊 有马就说错了 哈哈哈哈 大姐说 这姐姐这么厚 我今生一个这么年轻的呀 这么年轻的呀 是啊 帅的小伙啊 哈哈哈哈哈哈 问问大姐呀 你家伯问问大姐呀 我六十了 我六十了 哪去救的 木器厂 木器厂啊 四零四木器厂 嗯 我觉得这个女是很立法的 啥 比我钱多了 我只好我瞅着她吧 我就瞅着她 能不能先帮我 起码一看外表就不行了 外表这样行吗 老哥也不行 周长现在不行 穿着打扮 起码穿着打扮得像样 大姐咱们今天见面了 咱就直接 你管我叫大姐啊 我没跟你叫大姐 我说人家都跟你叫大姐 你说我这 小伙子姐 你们九四岁呢 你管大姐就叫大姐呀 嗯 我对她称呼 我都没法称呼 你们叫大姐 大姐说啥说啥的 你说我都没法称呼 你咋没法称呼呢 我能叫老妹呢 你咋不能叫老妹呢 哈哈哈哈 好意思 我都说了 我叔叔 他还在啥 那他咋的 他看我老了 哈哈哈哈 看我是不是比他四十大呀 他这个反应啊 我有一个感觉 他对我还是有好感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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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 你跟他叫大姐 他不乐意 他就说明对你有好感 对我说明对你有好感 嗯 说明起码来讲 他说明他在乎我 是不是 我的感觉就这么好 就说你们像我 我有点没理 啊 你没理啊 沒理就对了呗 哈哈哈 所以你没像我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知啥呢 在想不想都一说话了 哥不就知道了 可是一说话了可以就知道了 着急 哎呐着急着急啥呀 你现在咋这么急呢 你咋一进入就问人家想不想地 你俩都没了解 大姐都没了解你是个啥人 大姐咋说这样子 看得出来李大哥是有点着急了 在红娘提醒他刚刚的表现有点过于貌似之后 他居然又提出一个更貌似的问题 广告过后咱接着看 我这人吧咱说生理上没病 有这个男女方面的虚晓 不知道能满住我 满住不了 反正正大事物的 咱们都不介意就说这个 不像有能见着咱们说的 我不行我不能满住你 再另选 你咋能直接问大姐 是能不能跟您过夫妻生活 你觉得你这么问大姐 你貌不貌似人 你俩监听一面 你可以表达说我在掌握 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这正常 但是你直接问大姐 说你能不能满足我这方面的需求 这是啥呀 你现在想想 是 我随便不想 说话老科 没有你那么完整 这怎么的 你能不能满住我 现在就问我这个事 这啥脑子呀这是 他啥老科这是 觉得太帽实了 不好 哎呦喂妈 看得出来 傅大姐是真的生气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大哥主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因为你是看不上我的 那是你自己的 对我自己的想法 行 是大哥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是不是大姐的心里话 也对 他说的挺对 脑袋还挺好事 挺聪明 你还挺聪明 通过这一次相亲 红娘发泄 李大哥这人是好人 可就是说话呀 有点太冒失了 所以我们在尽量 ……